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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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姑 您叫我啊 嗯 看看 这个营子里都包含什么 好 王口月被烦 这里表现的有 危机意识 应变能力 时间金钱 平常心 还想当编剧写剧本吗 您愿意教我写剧本啊 那我一定好好学习 早日做出一个爆款 你以为爆款 是能一朝一夕的吗 不是 要写出爆款 点上认清你在创作当中 存在的问题 从今天开始 你把你在江南影视 写的那些剧本 还有已经拍成的成片 都拿出来 迅速地找出其中的问题 然后一一做出评估 结合成片 总结复盘 我明白了 谢谢广哥 你们卧底可真有意思 老是在天台上见 我要的东西呢 什么意思 我要的 未必带他来 你上来盛太阳呢 我看这孩子多聪明啊 电影里的台词 他看一遍就能记得住 这可惜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命 看到他 我就想到我儿子了 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 好嘞 看完了 你要去哪儿 我去找新儿 你找他干吗 他答应我说看完电影之后 陪我去散步的 我带你去 我带你去 是新儿答应我的 他在忙正事呢 你别去打扰他 我怎么是打扰他呢 这是他承诺我的 走 跟我买菜去 我去找新儿 走吧 方爷 他都没反转 所有的这个冲突后面 都要一个反转 梦里海底发着光 呼吸海里的营养 一定要把他们之间 所有的线要埋好 对着你在海里游荡 没你陪伴的晚上 对着雨林是愿望 喝水 谢谢 那我先走了啊 好 等他出现的时候 无关系 直接 新儿 我去找姑姑说点事啊 就这样 陪着你傲笑 散浩浩浩的海洋 有你在的地方 你站在这儿干吗呀 我无聊啊 等你什么时候忙完 想跟你说说话 我 这不是最近一直忙着剧本吗 就忽略了你 不好意思啊 怎么开始写剧本了 用文字 讨伐灵志 想要打倒灵志 哪有你说得这么简单 我需要的呢 是慢慢织一张很大的网 让灵志这条鱼啊 自己钻进来 其实 我也想学习人类文字 我学写剧本 是为了变得更强 打败灵志 你是为什么 我希望 能跟你有更多的共同语言 能离你更近一点 要学习呢 就要多阅读 多思考 这样吧 明天我去图书馆 你跟我一起去吧 卖出你文学的第一步 先学这个吧 我开完了还有吗 我开完了还有吗 好 差不多了吧 我们该回家了 等一下 我这边马上就回来了 过目不忘了 来 把你那包接我整一下 好 来 什么东西这么硬啊 你这包里每天装得 什么这么沉啊 每天都带着 去哪儿都带你 不累吗 哪儿来的这些 这些都是我在海底捡的 这个 这个 还有后面那两个 全都给我包起来吧 你确定啊 快点 馨儿 你看这个 怎么了 你没事吧 哦 没事 没事 哦 好 你赶快 你不是也穿的这个吗 这是女孩穿的鞋 我问你啊 你们星球是女鱼说了算吗 反正在我们星球上 男鱼呢是负责保护女鱼的 哦 真好 那 你有没有要保护的女鱼呢 哎呀 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 不过我听我妈妈说啊 等我长大之后 我是负责保护鱼胶的鱼 鱼胶是谁啊 天降大雨没什么稀奇 可是您听说过天降鱼雨吗 本地台今日消息 沿海利泰村呢 近日下了一场大雨 令人惊讶的是 这场大雨不但带来了丰富的雨水 还顺道呢带来了一批贵客 鱼 大家现在看到的情况呢 就是现场情况 然后我们现在采访一下当地的居民 这也太古怪了 一开始啊 我还以为下冰雹呢 仔细一看啊 这大大小小的雨从天上掉下来 是正初的项目 你准备一下 明天我带你去公司 正式参加创投 真的 那 我可以实战了 江南影视这次也会参与 你不是想搬到林志吗 这就是你的机会 不对 那我的身份是不是不行啊 我会帮你换身份的 嗯 那我 跟你姓 就叫 叫子欣 子欣 嗯 李子欣 李子欣 余生的家人有消息了吗 暂时还没有啊 其实余生根本不是你什么捡来的弟弟 姑姑 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好 昨晚又通宵了 昨晚 最近的常态好吗 哎 车来了 慢点 李栋 我来 不用 让他 这是 我徒弟 李子欣 走 方姨 你觉得我是个麻烦吗 你说什么呢 你天天给方姨打下手 在我跳广场舞的时候 给我震场子 那我就是个能干的麻烦精 哪有那么能干的麻烦精啊 这傻孩子 我去买菜了 回来给你做好吃的 看一下挑一个参与进去 这次的创投 李子欣也会参与竞争 和之前的规则一样 谁的项目胜出 谁就是制片人 全权负责和头部制作公司的签约合作 子欣加入 我们当然十分欢迎 要不先给我一个作品简历 我放进创投说明编剧介绍 创作者用项目说话 简历在不在说明书里 没那么重要 开会吧 好 幸好她发出去这么久了 还不回来 怕不是条傻子 老三三 我以前呢 做梦 都想回家 但是最近 母族突然联遇上我 我就开心不想她了 而且心里啊 还闷闷的 为什么呀 你不是一直想回家吗 怎么会不开心呢 舍不得离开嘛 但这里根本不属于我 舍不得 舍不得 你在干吗 没 没什么 你不开心啊 没有 子欣我有个事想跟你说 但是我怕 你先别说话 那个 我有一个忙想请你帮 什么忙 我想去大海采风 这个忙只有你能帮我了 嗯 你别怕 她不会伤害你 我心就敢伤 那她是在跟我撒娇吗 嗯 你看 我让她们给你变个颜色 我让她们给你变个颜色 真好 到底是不急 还是种幸运 小幸运 52000 5200 你怎么了 5200 你的雨棋呢 5200 玉琳 余生 冷静 余生冷静点 余生 不是 真的对不起 余生 5200死了我也很难过的 但是谢谢你没有报复他们 要不是因为你拦着我 就凭他们几个 对不起啊 真的对不起 我就是不明白 人类为什么这么残忍 你为什么要帮他们 因为人类社会不是以暴制暴的 那这些事情不都是他们做的吗 为了吃可以这么残忍 还有那个人 一个灵智 为了利益可以不择手段 余生 我现在就去教育他们 余生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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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办法 我有办法的 不要紧了 这都是你说的办法 又用文字去讨论 我啊这是在用文字 去表达正确的价值观 我还要把这种价值观 带到我的句文里 让更多的人知道 我觉得你现在说得挺有道理 什么道理啊 不能以暴制暴 还挺有觉悟 在开始我的阐述之前 我想先给大家看一段视频 这是一个曾经火爆全网的短视频 它让很多人都知道了经络 但其实在大海的深处 有一个更悲壮的自然现象 很少有人知道 它叫做沙吊 经络是经的自然死亡 而沙吊更多的是人为造成 沙鱼的鱼器被割掉之后 做成鱼翅 相信在座的各位都知道 但有没有人知道 一碗鱼翅的蛋白质含量 究竟有多高呢 不用查了我告诉你吧 一碗鱼翅还不如一颗鸡蛋 这么少吗 这都说很有意义 没有是这样啊 对啊 我也以为是 你好像跑题了 我们做的是奇幻爱情 我没有跑题 奇幻爱情也可以关照现实 我只是想将小情小爱的这些主题升华 加入保护冰威鲨鱼的这一正能量背景 那关于人设呢 我想将男主渔夫的儿子 改成鱼翅大王的独子 我想做一个鱼翅大王的独子 爱上鲨鱼女 拒绝继承家族鱼翅事业 并一起与之保护冰威鲨鱼的故事 李子欣 你真的很想做这个项目吗 当然 师父您觉得我刚才说得怎么样 刚忙你觉得呢 我能说真话吗 如果是作为公益演讲 你很能打动我 但咱们这是剧本创作 正能量的东西我很支持 但作为卖点 华众取宠 不切实际 我认可高盟说的 李子欣 你要想在这个项目胜出 你要做的还有很多 走吧 你那个分镜改完 回头记得发给我啊 嗯 好 晚点发你 好 你好 你好 请问一下子欣在哪个屋啊 里边就是吧 对 他在216那边 谢谢 谢谢 你怎么来了 我是想着 反正也没事做 不如过来看看你 正好看到方议给你送饭 所以呢 我就主动勤勤地给你送上来 哎 哪有心情吃饭 刚被IP了 稿子原因吗 嗯 没过 这次不行 就下次再参与呗 这次江南影视会投资创作 我只有赢了创投会 才有机会跟林志合作 过去我一直没有了解过这个人 也没有真的参与过公司的经营 这是我唯一的机会 我想知道江南现在发展得怎么样了 林志背着我做了多少小动作 那你的稿子为什么没有过啊 高萌和我姑姑都认为 现在的故事不够落地 感觉得出 高萌特别想得到我姑姑的肯定 可是多了我这么个对手 她肯定不高兴 哎 算了 你别想这些了 我们吃饭吧 很快 去吧 愿意 哎 邦一做的这些我早到吃 الض了 我们今天尝尝馅吧 走 嗯 子欣 是吗 我能跟你 旁边的这位小帅哥聊聊吗 于秀 你明明做梦都想回家 这是个很好的机会 你多为自己的未来考虑考虑 我等你的答复 母族最近频繁发信号给我 我总不能一直视而不见吧 此些 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那我呢 既然有了信号总是要面对的 无论如何要先见到族人 对着雨林是愿望 能不能把你留下 在这片美丽的 有我的海洋 别动 雨晨 雨晨 我再回来了 公主 雨晨公主 真的是你啊 是我 别让我看 我把孙女见面了 孙女见面了 孙女 等一下 还不赶紧参见你的公主大人 公主 母星那边都还好吧 我跟你说 我在这个星球上待了这么多年 我倒想死你们了 不错 还知道关心本公主 小时候没白照着你 先不说这些了 我饿了 先上鱼吧 上 上鱼 你 你 你把我的鱼给吃了 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没有 不是 你把他们都吃了 没 没有啊 没有 为什么一条鱼都不见了 鱼呢 这不还有一条鱼 这不还有一条吗 雨晨 你把我的鱼还给我 你把我的鱼还给我 快把他都给保护伤了 你把 你把我站住 你把他拿起走 你别以为我不敢揍你 我是不是出现的不是时候啊 你把我站住 一条鱼 你不在哪 所以这个小姐姐就是你们未来的黄 对 她叫鱼胶 听我妈妈说啊 等我长大之后 我是负责保护鱼胶的鱼 也就是未来的黄 恭喜你 你终于找到自己的族人了 是谁啊 她是我一个朋友 非常友好的地球人 地球人没一个好东西 这破地方 除了水资源是我泄汗的 其他都是垃圾 余生 杀了她 为什么 她知道的太多了 不是她也太暴力了吧 等她登上皇位 她掌管着全族人的生沙大权 那怎么能登上呢 就是找到宜居的星球 所以你们来是来侵略地球的 什么叫侵略啊 怎么说话呢 我这叫 共享 对 共享 你当着我面说这些话合适吗 你现在在我面前已经是个死人了 余生 到你表忠心的时候了 我 去啊 你干吗 你不会来真的吧 对不起了 我得等到把余教的事情处理完之后 我再回来找你 什么 你要回去哪儿 从今天开始你就得跟着我 形影不离地守护我 这可是你发过誓的 我 发誓啊 我 我 余生的妈妈跟我的妈妈达成过共识 余生只属于我 余生 余 别闹我了 他不会把我们的事情说出去的 你怎么知道 他一个地球人怎么来这儿的 你不会把能量金给他了吧 你用这个吃 本公主千里迢迢来找你 你就让我吃这个 子欣说了 多吃蔬菜 有一身体健康 一口一个子欣 我怎么记得 你妈也叫子欣啊 是 是吗 我怎么不记得了 感情你又找了个妈呀 你是不是承诺过我说 要一辈子对我好呀 嗯 老板 老板 你好 好的 都给我来一份吧 好 看什么看 公主 其实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 你说 那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你没看到前两天那个 天降大鱼的新闻啊 那就是我开启了能量金的定位寻找功能 引发鱼群响应 然后我才发现你在这个城市 之后我又继续发出信号 才找到你的飞船的 是吗 回来了 快来吃饭吧 没事吧 怎么没有跟你一起回来 哦 他 家里人来接他 那怎么也应该跟我们打声招呼吧 最近还道个别吧 这不是还没走吗 这两天现在外面住下了 如果真的要走的话 肯定是要说一声的嘛 嗯 那 赶紧吃饭 吃饭饭 你那个方案拿出来 我们再讨论讨论 这一生离开我们 我还真有点不适宜 这一下子 心里感到空浪浪的 姑姑 你怎么不叫我扶你啊 心思早就飞出去了 不是我 我就是 放空一下我自己 我以为你是抱着不认命的决心来找 看来 高看你 最近真的是辛苦你了 跟着我东奔西跑 他要小心被人发现 唉 自从老头儿出事以后 有时候整夜整夜地琢磨 要不是你陪着我 我肯定撑不下去 不用怕 有我呢 可是你为什么要跑这么远 特别来见这个人 这个人 本来已经隐退了 但是不知道最近为什么 带来一个土地又付出了 华尼影视做过的项目 不是爆款 最近他们的夜总 主动联系我 如果能拿下创投的优胜项目 那公司那帮老家伙们 就不敢再说什么了 好吧 姑姑 怎么那么晚还没睡啊 咱们好着 公司不是一早就散会了吗 公司不是一早就散会了吗 对 我在公司多待了一会儿 Quand 你烦死糖 雨已经上钩了 可我看你这个钓鱼的人 好像还没有收干的本事 与其在这里白白浪费时间 不如早点放弃 干嘛 干嘛 怎么样 演艺不还顺利吗 您放心吧 一切都挺好的 对了 你妈妈还说 这两天要过去看你呢 是 她跟我说 我这两天哪天抽空回来 我的意思是 哪天我直接去你那儿就行了 我那儿现在热闹得很 介绍一下 李子欣 我想大概事情你也都了解了 我都清楚 叶燃 李子欣 叶燃是方毅的儿子 非常优秀 一直在我公司帮忙 这次是由她出面联系灵志的 对了 你去跟编辑们开会吧 走吧 嗯 走 走 林总 让您久等了 这是我干妈 林莹老师 九阳大明 今天来到公司 听他们说您已经很少来公司了 今天您能来见我 真的是荣幸之计 林总 我对你早有耳闻 外面对我的传言是七七八八 什么类型的都有 我这次来呢 是希望能优先投资 创投会的优胜项目 华宁影师的作品质量 业内有口皆碑 难得 叶总愿意帮我牵线 希望你能给我这个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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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陪着你 靠在沙滩撑散的躺衣 太暗的回忆 少来紫色珊瑚的文具 你为何那么美丽 害我傻傻愣在原地 看你 只是看着你 我要离开你 免得坠入爱的漩涡里 偏偏又相信 那些火花厮守的剧情 纵情哪有伏笔 像穿越海啸的人鱼 就在一幅浪里 追寻你踪迹 雨下在不见地的海雨 雨下一颗照了地的心 是毫无忧益 生命中注定 你的余生我不缺席 雨下在蔚蓝色的海雨 雨下我已难舍的风景 澎湃或寂静 像短的远行 在脑海等你 在脑海等你磨点 雨下在不见地的海雨 雨下一颗照了地的心 是毫无忧益 生命中注定 你的余生我不缺席 雨下在蔚蓝色的海雨 雨下我已难舍的风景 澎湃或寂静 相伴的远行 在脑海等你磨点 只有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